在一个角落静静地把自己所思所见所想表达的细细地画出来 年轻的蒋熊虽然也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 由email手机APP简讯联系 但保留了一个专属的性情窗口 自己画明信片 特别喜欢画马来墨 因为传说马来墨吃梦为生 可以把人的噩梦吃掉 每一个过年我都会自己做 我自己的明信片给我的朋友 自己动手做才有价值 送给朋友的祝福 意外促成蒋熊展现长才的机会 经营文创艺品店的游林燕 觉得蒋熊的画有温度 利邀他合作为建国百年纪念画台湾 小熊的画风里面你会觉得就是真有那种很 这个土地觉得更有连结的感觉 就是那种很温暖的感觉 蒋熊用扑着可爱的笔触 画台湾知名的景点 构图简单 在新生代插画家中树立风格 捷运公司后来也找他合作 帮悠悠卡画特别版 而依着自己旅行的经验 这个年轻女孩把在客家庄 遇见的美食 美景留在笔下 跟红枣有关联我可能会去泡一壶茶 然后用一个可爱的茶壶去装着它 我会喜欢铜花可能是在一个碗里面 然后飘在水上的那种情境 龙藤断桥岁月斑驳的痕迹在年轻的眼底 也可以像巴黎铁塔般成为时尚符号 当这些明信片被寄出去 年轻的心 年轻的触动和想象 在一张张纸上为台湾传递美丽讯息 最贴近我的还是台湾 我觉得我有能力可以把它画出来 分享给大家 无论是画出客家的特色 或是台湾的美 都是年轻时代 想为自己的土地说的话 他们也成为行销台湾的行驶床 七角六速座 藏油鸡蛋 七角六速座 藏油鸡蛋 五、三、二、四 一人